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你身上的这三个地方决定了你命运的好坏 一起来听 现实中有很多人都迷信算命这一说法 比如很多人经常就会找那些算命大师来给自己看相摸骨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预测自己的命运 但命运好坏与否 真的是仅凭看面相就能决定的吗 非也 事实上一个人的面相与其自身命运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它单纯的只是反映了人的容貌仪表 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 那些所谓的算命大师之所以把面相说得神乎其神 是因为他们知道命运的好坏只跟个人的心性行为有关 而心性又会影响到面貌 与其说他们是通过面相判断人的命运 倒不如说他们是通过观察人面部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 以及精神状态来判断人的命运的 长得俊巧也可能红颜薄命 贫贫无奇也可能是有福之人 所以说人若命苦跟他的面相无关 往往是这三个根源导致的 从这三个方面能看出一个人命运的好坏 一 贪婪 缺知足 俗话说 勾贺易满 欲贺难填 人有欲望 这是人生来就具有的一种天赋 然而这种天赋也好似一把双刃剪 若能合理处置 倒也能为己所用 可若是控住不住他的膨胀 那么反过来还有可能成为诸多隐患的根源 现实中我们若要判断一个人的成就 就得看他是否对欲望有着足够的自制力 因为事事都懂得适可而止 不曾被欲望奴役 反而成为欲望的主宰 这样的人未来的成就必定不凡 相反 如果一个人生性贪婪 所求不断 那么此等贪得无厌 缺乏知足精神的人 一生就注定坎坷不平 多生祸患是非 如同东汉末年的暴君董卓 他虽身为国相 却丝毫没有心系天下的人意 其为人贪得无厌 最热衷于烧杀掠夺之事 平日里不仅搜寡民之民高 甚至还肆意截掠官员宅府 官员对此事怨声载道 百姓更是民不聊生 后来有一日 董卓在宫中设立九池肉林 专门用来宴请宾客 每日供自己寻欢作乐 此等荒淫之举 也彻底激发了民愤 至此之后群雄起义 奋力讨贼 而董卓最终也是在 诸侯的讨伐和百姓的谩骂中 结束自己荒唐的一生 贪是万恶之源 是一切祸患的病根所在 人性本贪固然没错 但如果这种贪婪 得不到事实的遏制 反倒是一味的纵容 那么久而久之下 人们会在贪婪之心的侵染下 变得自私自利 冷漠无情 这样的人命运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所谓多欲事重重 无欲亦身轻 只要具备知足的智慧 以淡泊名利 宁静致远的随缘心处事 不被欲望奴役 那么快乐和好运 自当不请自来了 二 犯愚痴 缺智慧 何谓愚痴 用佛家的话来解释 那就是指 做人寄生颠倒妄想 不明事理 不分是非善恶 根本说一切 有不疲奈耶 记载了一个故事 有一聚落 住着一个换衣人 平时以替人洗衣为生 一次聚落举行大结会 有很多村民 在同一时间要洗衣服 换衣人接了许多衣服 到池边工作 他告诉儿子 今天要洗的衣服很多 可能没办法回家吃饭 你就带饭来吧 到了吃饭时间 儿子为父亲带饭来 换衣人吃完饭 想睡一下 便在池边随便找个地方休息 换儿子洗衣 由于换衣人替着光头 吸引一群蚊子 停在他头上叮咬 儿子洗完衣服到父亲身旁 看到蚊子聚集在父亲头上 赶紧挥手赶闻 挥了几下 蚊子还是不放弃 儿子这下恼火了 有我在 怎么会让你们这些蚊子 吸我父亲的血呢 因而 举起换衣棒 朝父亲头上 猛挥乱打 没料 蚊子四方飞散 却把父亲打死了 当一个人身犯鱼吃的时候 就说明他的思想观念 没有得到正确的指引 因此 执着于错误的观点 又做出了种种错事 最终遭遇痛苦烦恼 这样的人自然就会命苦浮薄了 所以 身犯鱼吃的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 就要彻底隔除那些多余的念想 多看书 多学习 努力去提升自己的识别能力 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智慧的人 其实 身犯鱼吃的人 之所以会如此 只是因为内心不够坚定 没有主见和原则 容易人云亦云 所以才会容易被一些人和物 所蒙蔽和欺骗 倘若这些人在生活中 能够通过不断学习 努力精进自己 或者向一些有学问 有能力的人请教 通过这种借助外援的手段 再结合自身的情况 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要贪图享乐 要学会修身养性 做一个有原则 有主见的人 通过学习 提升自己的思维和能力 为自己营造一个 充满智慧的通达人生 这样子 命就自然好了 三 称缺宽容 佛语有言 称是无明火 能烧功德林 一个人负责再如何身后 可如果不善梳理自己的情绪 稍遇不顺之事 就大动肝火 大发雷霆 那么 这种无法进行自我调节 心境状态的人 此生也很难与好运结缘的 咱们从两个角度来印证这个论点 先从社会角度来分析 一个非常容易情绪化的人 是很难融入到社会大环境中来的 因为一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人 只要遭遇不顺或打击 就会情绪失控 甚至让他们失去理智 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 伤人伤己 这样的人 很少人会愿意与之相处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对方会情绪爆发 所以一般情况下 避而远之 才是最保险的办法 再者 愤怒是万病之源 那些经常发脾气的人 通常比性格温顺的人 寿命要短一些 这不是空穴来风的谬论 而是有科学依据的事实 医学研究表明 人在情绪发生剧烈波动时 会诱发一系列的生理变化 比如 人在生气的时候 会气血反流 气血冲顶 这些现象 会造成五脏六腑 不同程度的损伤 进而引发出神经方面的疾病 而情节严重者 甚至还有可能 因为过度激动的原因 引起心脏疾病 加速衰老 加快死亡 种种迹象表明 生气是罪伤人 惠命 浮原的行为 需尽早改掉才行 毕竟命有挤躁 自己用什么样的态度 面对生活 那么生活 那么生活也会回馈你相应的结果 因此 切莫急躁易怒 要学会宽以待人 以一颗平和的心态处世 如此 那些困扰我们许久的 祸事也好 恶缘也罢 便可转变成我们生命中 难得 善缘了 念称痴 又称之为 佛门三毒 每一种都是 祸害人生的病根所在 有这三毒再生的人 命运肯定不会太好 总之 要想人生顺遂平安 去祸赢福 我们每个人就必须要竭力改掉 能够影响自身生活的一些坏习性 懂得知足常乐 不断精进自己 以包容之心 面对生活的种种 做好这几点 那么每个人便都能与好命结缘 人人皆可 福慧圆满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